那之後它有說會加開新的職業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有個小小的彩蛋 有沒有看到一個黑暗妖精躲在後面有沒有 右下角可以看到它是 喔 哇 喔 哇 sexy 耶 真的很性感耶 所以我認為這款遊戲 它是著重在我剛剛前面提到了 可能你需要有 哈囉大家好我是平白星 今天要來跟各位來做精闢分析 以及分享是天堂W第二次 第二次展示會的內容 裡面包含了大概十來項的重點分析 以及一些彩蛋的部分 那這邊來跟大家分析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以及見解 那我們從展示會當中可以知道 天堂W是2017年 完成天堂M上線準備的當時 和天堂2M一起被設定出來的全新專案 所以這一款天堂W 它是2017年 它就已經在開發了 那當時是由NC底下的一個獨立開發團隊所組成的 所以它不是只有一個團隊設計好幾個遊戲 它是有另外一個獨立開發團隊 那那個時候是決定由天堂2M優先進行準備 他們主要是計劃天堂W要設定為全球的市場 所以它從當時到現在已經開發了4年了 再來第一個主要的部分的話 就是它可以自由和各國的玩家一起玩 創立協盟 第一次的發表會當中出現了國家對戰 但並不是遊戲內國家和國家的戰鬥模式 它只是一個示意吧一個示意 因為大部分國家的人還是會跟自己國家的人一起玩 沒有錯 但是你可以自由選擇跟哪個國家的人一起戰鬥 這個重點就來了 等於是說 我們可以去入別人的盟 也可以去跟別人結盟 所以將來的部分的話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反而跟以前我們可能在玩的那個概念不一樣 因為你可能要聯合其他國家的人去打別的國家 不然你一個人打八國聯軍 我看你臉會歪歪的 一個人打八國聯軍應該就崩掉了 所以這個遊戲來講 我認為外交大過於遊戲的內容 你課金課再多 一個國家要打八個國家 基本上是非常難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聯盟 外交 這個很重要 再來第二個部分的話 工程戰部分為了克服時差的問題 他會將能夠即時戰鬥 也就是時差沒有很大的地區進行綁定 第一區的話 他有像是韓國、台灣、日本、東南亞、阿拉伯、俄國等等的國家 他會把它綁定在一起 然後第二個區的話 就是可能是北美跟南美洲的部分 那之後有可能再追加第三區 我覺得應該可能看營運的部分有沒有 有沒有多餘的資金 我自己看起來是這種感覺 那第三個部分 關於像是我可能怕說lag或爆拼的問題 基本上我覺得以現在的技術來講 我們的網路速度應該不太會有太大的問題 而是你們花很多錢去購買你的伺服器 然後讓它來做連線的動作 這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還是要實測比較準 因為我們到時候打的是世界大戰 是國戰 不再是成戰的概念 是國戰 所以打架我們可能以前 像我以前在打的話 甚至人多的話可能幾百人 那跨幅可能上千人 可是這一款的話 可能會有幾千人打幾千人的現象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另外 它這個天堂W不是以伺服器為單位 它是以世界 以世界為單位 它是等於是分好幾個世界 一個世界有 十二個伺服器 所以假設 我在伺服器一號創建了平民百姓這個名字 這時候 二到十二號的伺服器 都不能用平民百姓這個名字 所以它等於是用世界為單位 那再來第四個部分 這一次新增了一個收集故事系統 這是之前天堂沒有的內容 我們收集很多故事 可能它會有額外的獎勵 可能增加遊戲的可玩性的部分 那第五個的話 它初期的職業有王族 騎士 妖精 魔法師 這跟天堂一開始的概念是一樣的 那之後它有說會加開新的職業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 有個小小的彩蛋 有沒有看到一個黑暗妖精躲在後面 有沒有 這個應該是確定第一個會新增的職業 那之後可能還有其他職業也說不定 那我覺得它們可能 會看未來的經營方向之後 再來做考量 那第六個職業技能的部分 也盡量它會去做到不會太複雜 所以它使用的是經典的那些技能架構 影片當然大家可以看到像是衝擊之暈啊 反擊屏障 或者是聖結界 又或是究極光烈術等等 這些我們應該算是有玩過天堂的玩家 應該都很熟悉的 它把這些元素 一樣導入在天堂道具當中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蠻不錯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這些東西了 你去改什麼名字 或改特效 其實對我們來講意義不大 我們已經對於原本熟悉的東西 我希望它還是存在的 而且它有提到說不會大幅度去使用 過去天堂 不存在的新的技能 不會大幅度的去使用 所以我認為它會小幅度的增加 這樣來講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我有原本的元素 再加新的東西進去 我覺得這樣玩起來會讓玩家比較 視性會比較好 你的視性會覺得會比較 這遊戲我覺得很熟悉 我玩起來會比較容易上手 第七點的部分 它是為了不讓玩家 在遊戲初期感到遊戲內容的不足 它加入了紫骰子的遊戲 碎金、馬車、護送的任務 傳送的尋寶 還有狩獵等等的 應該我認為是應該是一些小遊戲 那等於是可能你每天無聊的話 可以去解這個遊戲 可以增加一些 經驗值或者金幣等等的一些 不會讓你說整天都要打怪的那種感覺 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玩到實際的內容 我們才知道 那個東西好不好玩 像碎金、馬車 我猜可能甚至 你可以有個人模式 團隊模式 或者血謀模式 去護送那個馬車 然後中途會有很多敵人 這樣出來的概念 我覺得應該那也蠻有趣的 那再來第八點的部分 官方除了計畫 優化來支援電腦及行動裝置以外 遊戲內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蠻重要的 它是可以用各種解析度 各種的顯示設定 那主要我最喜歡的它就是 我今天可以用電腦玩 我也可以用我的手機玩 它兩邊都支援 這個我之前有提到過 對玩家來講會很方便 所以你到哪裡都可以去玩 那第九點的話 遊戲保留了 變身還有魔法娃娃系統 如果你跟我一樣黑的人 你也不用擔心 它裡面有一個 可以透過獵殺英雄 去獲得英雄級靈魂死 去收集怪物資訊圖鑑 應該是你打怪 它會掉一個靈魂死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撿那個任務 可以去獲得那個變身後的娃娃卡 那這樣的話 如果像我一樣黑 可能它是 也是抽卡系統之類的 你抽不到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 你就是去狩獵怪物 狩獵Boss 你就可以得到那個 變身後的娃娃卡這樣 而且它另外還有一個 為特別非洲 像百姓這樣的人的 有一個配套措施 我是蠻好奇的 歡迎大家下方留言來 來提提看 你們覺得有什麼樣更好的方式 可以防止很黑的配套措施 或者是像說 我今天抽一張卡 可能抽不到 幾張會保底 我在猜啦 我不確定啦 如果說保底的話 應該也跟之前的幾款遊戲 可能差不多 所以 我也蠻好奇的 它說特別 所以我想知道到底有多特別 那第十點 除了變身及魔法 娃娃以外 完全沒有計畫 其他的付費模式 只有規劃 折扣的組合 例如說什麼 捷慶幹嘛的折扣組合而已 所以它可能 比較著重在於 你遊戲內玩的 遊戲體驗 而不會讓你一直買傷成包 除了我們可以獲得 那種 掉落飾品的那種 快感 像以前我們可能傳界變界之類的 它去移除這些付費的飾品 保留了首領的飾品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當中 飾品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有六種 耳環兩個 戒指兩個 腰帶一個 再一個符文 大概是六個 飾品是這六個 不會再多了 看起來是這樣 那之後會不會有 有新的變更的話 我們到處再期待一下 那第十一點 陰海煞的祝福系統 就是葉子的部分 還有龍之龍玉 那種類似月廢式的東西 在天堂大捕雨裡面 官方這邊說不存在的 它說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 而且和玩家約定 不會推出文樣 守護星 靈魂 刻印這些都不會推出 所以它讓遊戲比較單純在 就是遊戲內容 我可能打架 吃亡 搶寶 而不是一直用在商城的東西 所以我認為這款遊戲 它是著重在 我剛剛前面提到 可能你需要有 呃外交 就是錢 人 跟時間 這三個元素都有 但是錢可能沒辦法像 以前的遊戲那樣一直砸錢 就天下無敵了 反而你的外交是會最著重 所以這一點大家一定要記得 所以 如果有 呃 精通各國語言的玩家 想要加入百姓的聯盟的話 也歡迎加入 好不好 希望大家一起來玩 這款天堂大捕 那第十二點 它為了解決 工作室的問題 內部 將新增優化 機制 杜絕工作室 我是蠻好奇 怎麼樣去杜絕的 那我 我可以想到的方式 可能例如說 呃綁定 手機 你不可能搞那隻手機出來吧 當然 那個觀眾 當時 當時也有提出幾個意見跟看法 我記得把你手機也有人 那時候也有提到 呃 或者是 你打的東西是綁定的 但是 天堂W支援的 個人交易 以及交易所 好 個人交易那你就肯 肯定是不能綁定的 所以我蠻好奇 他這個到時候 杜絕工作室的方式 是怎麼樣去 做 交易的方式 那大家可以看到畫面當中 他就是 有點像以前 天堂的那種交易模式 我東西擺上去 然後對方把錢擺上去 然後我們兩個都按鎖定 然後再交易 成功 大概看起來 我看起來是這樣啦 但是他 個人的交易系統 目前是以高價值 的道具為主 所以 可能英雄級以上了 才能交易 所以英雄級以下的 你可能還是要上交易所 那手續費 他會設計讓玩家 五感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 我看起來好像是沒有手續費 還是怎麼樣的 所以 當然是 五感是最好啦 因為一手教型一手教火 怎麼會有 扣錢的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遊戲 可能他玩的就是 著重在我剛剛 前面提到的嘛 真的讓他 很回到最原始 最單純的打架 死亡 的那種概念 而不是在花錢 以花錢為主 除了 高單價的東西以外 其他東西會在 教育所裡面進行 那 官方這邊 有說明 當獲得 玩家們的 認同時 大家覺得不錯的時候 他們會再進行更新 所以 這邊官方是不是 埋下了一個伏筆 我覺得大家可以 想一下 那當然大家也可以去官方 例如說留言 或者是 提出一些自己看法 或意見 或者在百姓的 呃 影片底下 說說看你對天堂W的看法 以及意見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重要的 因為官方 都會看 好不好 肯定看 絕對看 好不好 那這個遊戲 呃 預計在2021年的 11月4號 0.00分 就凌晨的時候 在第一區的國家優先上市 齁 就是我們這一區的齁 那事前角色ID 搶先 預約 所以大家可以先上去 預登 預約的那個連結 會放在 呃 說明欄底下 那大家可以 先去搶ID 那搶ID喔 看起來是搶ID 不是搶伺服器喔 那官方也有說到 這一款遊戲 它是 號稱是 最終的天堂了 就是應該不知道 不會再有天堂了 齁 我覺得我是 我個人是蠻期待的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齁 那希望大家 呃一起加入百姓的血盟 齁 那我目前 到時候可能會挑的是 伊瓦伺服器啦 可能 將來如果沒有 進不了伺服器 或爆炸了之後 大家移民或者幹嘛的 都可以在 一起討論或者一起玩 好的 這邊另外跟各位來介紹 今天9月30號發布會之後 我們的 紙批帳號 PURPLE 做了更新 那更新之後 除了原本的天堂2M以外 還有天堂W的部分 這邊可以選擇 不同伺服器 當然可能跟 他發布會裡面當中 講的時區 應該是有關係啦 所以這邊建議大家 齁要記得 選台灣的伺服器齁 台灣 再一步 然後再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天堂W的 頁面 的內容 那我是用NC帳號登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自己用什麼樣的 系統去做登錄的工作 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不確定這三格是可以用 可以看到他 這個 左邊有天堂2M跟天堂W 天堂W裡面 有 事前 角色創建 以及 事前角色名稱創建 那這是展示會齁 發布會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職業介紹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妖精 他這次有用一個 類似有點歐美風格的方式齁 去 呃 繪製這些角色 可以看到妖精 這個360度的View齁 然後這邊齁 大家就會看到一個細節 右下角有沒有看到 三重死 魂體轉換 以及我們的封印禁地 那這個應該是 有點情懷的概念 那 技能應該我覺得 也會大同小異 好妖精的部分 跟各位介紹齁 如果你要玩 玩妖精的話 新手是比較容易入手的 因為他遠距離職業練功比較快 像以前的話 可能用妖精練一練 然後用妖精來養其他的職業 那王族的部分 比較可憐齁 就是比較沒有人要玩 可是這個職業又是 非常必須的職業 因為一個團隊當中 沒有王的話 沒辦法攻城 齁 領兵打仗也不用講 一定要有一個王齁 好 這是王的 360度的View 右下角一樣 你可以看到這個細節 精準目標 再來是勇猛意志 以及這個 我看不出來是什麼圖示 如果有知道的玩家 再告訴我一下 看起來有點像烈焰之魂齁 不過烈焰之魂 好像是妖精的技能吧 好 所以有沒有人知道的話 告訴白信 留言告訴我白信說 這個技能到底是什麼技能 然後再來是我比較喜歡 玩的魔法師 魔法師這個職業是比較 技術性比較高的 難度比較高 要輸出 要補血 還要放聖結界 右下角可以看到 它是 哇 很性感耶 它這次 完全就是走一個 非常歐美的風格 這不知道是真人還是繪製的 看起來 像真人 然後這應該是我們的 高級治癒術 以及 救急光列術 還有這個聖結界 核心技能 這個技能 還有這隻角色 我認為是 天堂裡面 不可缺的一個 最重要的角色 僅是王主吧 因為聖結界實在差太多 減傷一半 喜歡挑戰技術型的玩家 可以玩魔法師 但它很難練 它練功非常難練 比王主還難 但是到後期的話 可能看是不是 可以像以前一樣 可以召喚肥肥 召喚素來召喚角色的話 應該打起來會比較好打 再來是 我們的 打架必備 騎士 因為騎士主要是能夠暈 你看像這一招 右下角這一招 第一招衝擊直暈 基本上充運下去 你只要暈到你想飛也飛不了 再來這一招是 反擊屏障 以及我們的 征服防禦 反擊屏障就是 你越打它你自己越痛 當然要看機體 這是它的 360度的view 看起來還蠻 蠻坦的感覺 本身它就是一個坦克 好不好 以上是這 這一次這個 天堂W4個職業的介紹 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下方來告訴百姓 那如果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請記得 右下角按鈕 右下喜歡 訂閱旁邊的按鈕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金屁分析消息 我們下次見 掰掰